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點 《焦點短打》 我是港港地執行總編輯許兆基 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今早勝利閉幕 亦都代表國家的練度政治性會 全國兩會正式結束 過去一個星期 我和廣州廣播電視台的拍檔 訪問了多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和全國政協委員 相信有留意我們節目的支持者 亦都有收看 回到今年的全國人大會議閉幕 當然不得不提 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的重要講話 習近平主席今次的講話 全場一千八百多字 內容非常詳實 簡單來說 就是總括了今年全國兩會的 各項重要信息 值得所有關心國家未來發展的人 去誓味 由於今次習近平主席講話的內容 實在是很豐富 基於蝙蝠的關係 我只能夠揭取當中部分精華 和大家分析和討論 首先希望各位注意的是 習近平主席在講話中提到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 僅僅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 經過百年奮鬥 洗說民族恥 中國人民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 中華民族 迎來了從站起來 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近年來一直都是中共執政的核心理念 2012年中國共產黨十八大召開之後 無多久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 他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的時候 就提出和淺述中國夢 他說 每個人都有理想和追求 都有自己的夢想 現在大家都在討論中國夢 我以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 由那時開始 中國夢就成為全中國 甚至全世界最高度關注的一個重要思想概念 習近平主席口中的中國夢 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這個是中國的執政黨 中國共產黨的目標和夢想 亦都是全國上下都認同 以及恩切期望達成的目標和夢想 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述 由現在起去到本世紀中葉 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是全黨全國人民的中心任務 由此可見 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在中國政治中所佔的地位有多麼重 為何我要特別提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呢 因為接下來我會分析其中一個全中國 乃至全世界都關注的話題 台灣問題 習近平在今早講話中的涉台部分如下 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全體中華而履的共同願望 是民族復興的提中之義 要貫徹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 積極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涉和台獨分裂活動 堅定不移推進祖國統一進程 大家看到了吧 習近平主席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非常清晰 表明實現祖國完全統一 是全體中華而履的共同願望 是民族復興的提中之義 也就是說 讓台灣回歸祖國的懷抱 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要旨 換個角度去解釋 也就是說 若不能讓台灣回歸祖國的懷抱 這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就不算成功了 如此解說 相信大家都明白了 國家解決台灣問題的決心有多堅定 目標又有多清晰 未來 不要你以美國為首的外部勢力 怎樣去遼是鬥非 搞風搞雨 甚至是濟出再多的恐嚇抹黑 甚至是創造再多的世紀謊言都好 也都改變不了中國共產黨統一中國的決心 即使是明知美國等外部勢力 是不會被中國統一之路平坦 但是也都改變不了國家的大政方略 因為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就是中國夢 的核心要旨之一 沒有實現祖國完全統一 就探想實現了中國夢 除了台灣問題 習近平主席在今早的講話中也提到 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接力棒 歷史地落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 我們要按照黨的二十大戰略部署 堅持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 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 加快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 團結奮鬥、開拓創新 在新精情上作出無負時代、無負歷史、無負人民的業績 為了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 作出我們這一代人應有的貢獻 五位一體總體佈局 其實是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內容 意思是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 當中著眼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是黨的十八大報告 對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作出五位一體總體佈局 至於四個全面戰略佈局 其實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 是中共中央治國理政的總方 習近平主席在講話中握要地概括了五位一體 四個全面的執行方式 就是堅定不移推動高質量發展 包括要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 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 深入實施科教卿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 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著力提升科技自立自強能力 推動產業轉型升級 推動城鄉區域協調發展 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綠色化、地坦化 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不斷壯大中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 今年是全面貫徹中國共產黨二十大精神的開局之年 習近平主席今早的講話 清楚勾劃出國家未來的發展和施政方向 作為中華民族一份子 我們都希望國家在越來越進步 而亦只有知道執政黨未來的戰略和部署 我們才可以配合國家發展 切實幫助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不論是在國家還是在個人的層面 這個都是重中之重 今日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裏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讚好、訂閱和分享給朋友 逢星期一至晚上六點和大家焦點短打 我們待會見,拜拜